耶利米书第一章 宾亚敏帝亚拿图城的一位祭司 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犹大王雅门的儿子约西亚座王第十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静年间 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加末年 就是第十一年五月 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已先就认识你 你还未出母胎 我已把你分别为胜 立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 祝耶和华 我不晓得说话 因为我年轻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年轻 因为无论我拆你到谁那里 你都要去 无论我吩咐你说什么 你都要说 你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于是耶和华伸手 按着我的口 对我说 看哪 我把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今日我立你在列帮列国之上 为要拔出 拆毁 毁灭 清覆 又要建立核灾殖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伊利米 你看见什么 我说 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子 耶和华对我说 你看得不错 因为我要留意使我的话成就 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我说 你看见什么 我说 我看见一个沸腾的锅 锅口从北面向南清侧 耶和华对我说 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 临到这地所有的居民 看哪 我要呼召北方列国的众族 他们要来 个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 设立自己的座位 攻击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又攻击犹大各城镇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为了他们的一切恶事 就是离弃我 向别神烧香 叩拜自己手所做的 我要宣判他们的罪 因此 你要束腰 你要起来 把我吩咐你的一切话 都告诉他们 不要因他们惊慌 不然我就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 看哪 今日我使你成为 奸臣 铁柱 铛墙 抵挡权地 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和这地的众民 他们必攻击你 却不能胜过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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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关系